宠物们呢 由动物医院业者说 最近把家里的宠物送来 要求安乐死的寺主越来越多了 甚至还有人 在动物医院留下了宠物 跟假的联络电话和姓名之后 就从此消失不见了 而更多不负责任的主人 则是直接把宠物 遗弃在街头任由他们流浪 根据台北市流浪猫协会的统计 从去年底开始 每个月光是在街上捡到的流浪幼猫 就比从前多了两倍以上 而在台中的 世界联合动物保护协会里 现在也有超过一千只流浪狗 等待任养 这些可爱的猫狗 原本应该都是人们的好朋友 也曾经被宠爱 但现在却成了街头上狗言残喘 三餐无以为继的可怜生命 谁该为这些流浪悲歌负责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只也是 都是老狗像有白内障的问题 然后像那个就是器官几乎快衰竭 那这只小猴 想要来 它就是当初是 好像就是养它二人搬家了 搬家了之后 就是没有把它带走 就把它丢到它空间 然后它就在那个路上 就是原来那个住宿一直等 等到有一天它被附近的车子撞到 然后那个邻居就往外报案给四人 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就是从此之后 就是已经没办法再行走 这里是台中郊区的一处动物保育场 离市区开车超过半个小时 也只有离市区这么远的距离 才有机会让无家可归的他们 拥有一处安身立命的小小原地 在这边的犬只大多都是被人类弃养 最后辗转流落到这里 运气好的 就像现在小黄看着的大草坪上 那群还可以自由奔跑的其他同伴 运气稍差的 就像小黄一样 坐轮椅或是趴在地上抹黑前进 这一只就是捕瘦夹 它的两个后腿都没有 它生命力也是很强 它就是没有脚 它要走的话 它整个前面撑起来走 保育场里面有数十只的产障犬犬之 还有一千多只的流浪犬 这些都只是台中地区 人类弃养家犬里面的冰山一角而已 赖大哥和他的太太 就是保育场里面的义工之一 每个星期都会来保育场帮忙 旗下看管的犬只超过一百多只 每一个区域的话 我们都有记录他们的 就像身份证一样 然后他们的编号 然后名称 然后这些资料 完全跟我们的网络线上是相符合的 那比如说我们这样 如果说狗跑掉的话 我们就比较好辨别 那有些像特别住民要关聋 就是因为他容易被一些其他的欺负 如果没有关聋的话 他就被咬这样 有时候狗会弄成这个箱子 他这样子可能就是去医院 这边可能就是在医疗室这样 目前保育场六个区域 都是由原本的鸡舍或猪舍改建 严格来说 环境差强人意 而被送来这边的犬只 除了因为最近景气不好 数量增加之外 其种类更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而流行 牧物他们把宠物 当正成一种 像服饰一样的那种外观 比如说我今天觉得这只狗好新奇 好特别 或者是电影影响 然后马上就去买 你想要的话一定要有人攻击 那很多繁殖业者 他是没有跟政府申请执照合法的 他有时候可能一个公寓 他就自己在那边繁殖 三四层樓繁殖很多狗 然后近亲交配 造成他很多基因问题 像黄金类犬很多 就是髋关节的后腿的问题 因为这种东西 其实就像没有成本的生意一样 他推销出去后 然后喜欢的人买 买了之后 他发觉说 今天狗不流行 可能我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流行 它可以丢掉没关系 但是这狗就是一个生命 从最早电影流行的米格鲁 后来的哈士奇 以及柴犬 以及最近流行的黄金猎犬 在这保育场里面比比皆失 我会在台湾 超级十三年 我还为了三十年 我已经在台湾 超级十三年 我曾经过了三十年 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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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我 我们有很多新的东西 我們已經在這裡 當然我們不可以做它獨自 也有很多參賽者 所以有更多人 更多人 也必須更多的幫助 對 需要很多人 做很多事情 現在在保育場的義工 大約有十來位 全部都不執行 而且全要練就一身 金剛不壞之身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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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幾乎每個星期間都被罵 幾乎每個義工都應該 至少都有一次 一定都會有一次的 不會對他灰心嗎 不會 不會 像阿伯也是有的 整塊皮都咬掉了 然後阿伯每次罵一罵 說 欸 我咬的三口好像台灣 阿伯 我愛台灣啊 你愛台灣啊 他也是開玩笑笑一笑這樣子 也會不要笑那狗 很多人會講說 不要咬臉喔 不准咬臉喔 咬臉就翻臉喔 對 大家都很愛漂亮這樣子 其他都給你咬沒關係 被有限的範圍限制住了生命 依舊可以從他們的眼中 看到對自由的一絲渴望 好棒好棒好棒 好棒好棒 好棒好棒喔 好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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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隻叫做小北 這一隻叫烏梅 他們的頭頂上之前的皮都是被掀開 然後縫合 對 這是被人家棄養 然後在保育場生活了一段時間的狗 那因為體型比較嬌小 對所以像這一隻的話 他之前耳朵整個是掀開的 在醫療室裡面住了大概快兩個月 才好成這樣 然後這一隻更慘 他的頭幾乎整個都是洞 對啊也是住了一個多月 對啊所以其實收容所的環境並不是 很適合犬肢長期的逗留 對那現在台灣社會還蠻病態的 就是覺得我不養了可以丟給公立的 即是私立的收容所來去照顧他們的餘生 可是其實比在街頭流浪的 有時候更討厭 對啊因為街頭流浪的 你有地方可以躲 你不會受傷成那麼嚴重 受傷完後他們對人 完全的感情不會有任何影響 如果台灣的生命教育 再成熟一點就太好了 結會每個星期也都會辦任養活動 希望替這些被人遺棄的生命 尋找另一個新的機會 我們來往下кі 你你 пост來 contempt 知道那個叫的 百年健康 了解 Halfway 十六五五一 regard